嫂子,听说你娘家拆迁款补了420万,这是真的吗?那你大哥会不会给你300万?毕竟你父母已经不在了,你大哥又那么疼你 小弟,我娘家老房子是拆迁了,补偿款也下来了,一共是420万 但是我已经是嫁出去的女儿,我是没有资格分补偿款的,更没有理由能分到300万 那嫂子,你大哥到底给了你多少钱呢? 小弟,我大哥给了我180万 什么?你大哥和大嫂也太不公平了,对自己的亲妹妹都这样,才给180万,自己却拿走240万 这也太黑心了吧 小弟,我哥给我180万已经算对我很好了,在我们那边出嫁的女儿是分不到娘家财产的 正好相反,就是因为我大哥心疼我,知道我和我老公这些年过得不好,所以给了我180万 嫂子,就这点钱,你还觉得多啊?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再怎么说,应该一人一半,咱们这里可是提倡女士优限 你就应该多拿点,最少也有300万吧 我大哥本来是要和我平分的,可是我没有要,我哥家两个儿子马上要结婚买房子,压力也很大 我不能没有良心,所以我没有拿一半,我只拿了180万,剩下的30万我死活没有要 有一百八十万只要我和你哥能买套房子就可以了 因为我哥拿240万给两个儿子结婚买房子都不够,他们辛苦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才拿到补偿款,就算他们要给我那么多,我也不好意思拿呀 我不能那么厚脸皮吧 嫂子,你居然把到手的钱退了回去 那可是30万不是30块啊,你可真是我的好嫂子啊 是啊,我哥把210万打给了我,我又给他返回去了30万 180万已经够我和你哥买一套房子了,我也要为我哥他们考虑 他们对我那么好,做人不能太贪心 你叫我怎么说你好呢 真是个败家子,怎么能把钱送给别人呢 嫂子,不如你把180万先拿给我 我有急用,再把你打给你哥的30万也拿回来 这可是到咱家手里的钱,怎么能飞出去呢 小弟,你拿这么多钱来做什么呢 嫂子,你看小弟我今年都31岁了,还没有结婚 我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我可喜欢她了 人长得漂亮,温柔贤惠,而且家境很好 现在正在和父母商量结婚的事情 小弟,你结婚应该找我公公和婆婆啊 你怎么找我拿钱呢 嫂子,你不是不知道咱俩的条件 他爸妈说必须要在城里买套房子 还有18万台里和一辆车子 咱爸妈又没有钱,而且我又没有工作 手里也没有钱,我真的不想错过这么好的女儿 嫂子,你这里不是有一百八十万吗 你把她给我,正好可以买套房子 然后再买一辆车子 我可不想失去这么好的女孩子 这些钱可把我筹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就听说你家拆迁款下来了 可算是把我给救了 这些钱我不能够给你 我和你哥打算买一套房子的 我和他不可能一辈子住在出租房里啊 嫂子,你就帮帮我吧 我今年都31岁了,还没有结婚 难道你不为我着急吗 都说长嫂如母 你作为大嫂就应该照顾小叔子 更何况你有这个能力 除非你不想帮我 小弟,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父母都还在 凭什么你的婚姻大事要我这个嫂子操心呢 嫂子,我爸妈年纪都大了 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 再说了,如果嫂子给我买了房子 以后不就更有面子了呢 想要面子,就应该自己去挣钱买房子 这才是真本事,才算有面子 那都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要自己去争取 不要什么事情都要依靠别人 我和你哥可以帮你置办一些家具什么的 想要我给你买车买房子 那是不可能的 我和你哥都还在租房子住呢 嫂子,你也知道 我工资不高,没有什么能力 家里开销也大 我女朋友家庭条件那么好 我不想被他们看不起 我真的不想失去这么好的女朋友 我又不想和爸妈住在农村 嫂子,你就帮帮我吧 如果没有房子,我就结不成婚了 你也知道,我长得也不怎么样 家庭条件又差 上次那个女朋友 就是因为看不上咱家的条件 而且没有买房子才和我分手的 好不容易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孩子 她也没有嫌弃我的长相 所以你一定要帮帮我 小弟,你就不要让我为难了 你都这么大的人了 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我是先有余而力不足 你都那么大的人了 要对自己负责 要对家人负责 你应该自己去面对事情 如果你不帮我买房子 我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呢 等我自己挣到钱 人家都离开我了 你也不想我打一辈子光棍吧 如果你买不起房 就和爸妈一起住 或者租房子住也是一样的呀 我和你哥不也是这样的吗 你非要买房子充面子 人家女孩子也没有要求你要买房子啊 哎呀,你就帮帮我吧 我都31岁了 如果这次婚事黄了 我可就真的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把你那180万给我 再把你给你哥的那30万要回来 一起给我 这样我就能结婚了 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小弟,你就不要逼我了 要我把180万给你 那是不可能的 要我把我哥的30万要回来 那更不可能 如果给你买点其他结婚需要用的东西 我还是能办到的 或者你要借点钱 我还是可以借给你的 那好吧,嫂子 我给你算一下 在我们市里买一套三十两厅的 全款要170万 一辆车20万 加上半酒系10万 全部加在一起 我大概要向你借200万 所以你要把你哥的那30万拿回来 小弟,我早都说过了 我不可能借给你200万 我一共才180万 这些钱也不能全部都借给你 我早就对你说过 我和你哥还要买房子的 你为什么没钱还要全款买房子呢 就付个首付,不可以吗 如果只付首付 再买一辆车 加起来也不到50万啊 你和你女朋友都那么大了 也有点存款 我再借20万给你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你怎么不会算账呢 如果我们全款买房 就不用付利息了 那个利息钱都可以买车了 再说了 我们也没有钱付房贷啊 我平时也挣不到什么钱 开销也大 我哪里有存款啊 你叫我拿5000我都拿不出来 如果你决意要买房子 我无话可说 但是你要拿我的钱去买 我坚决不答应 你都31岁了 也不是我的儿子 凭什么要我给你买车买房子啊 你今年31岁 我35岁 我也就知道你4岁 凭什么要我管你结婚啊 你已经嫁给我哥了 你是我嫂子 长嫂如母 你本来就应该负责 你不要再说那么多了 这些钱我是不会给你结婚用的 我也有一家人 我们也要生活 还要留点钱给你侄子读书 还要买房子 我们自己的钱都不够 你们觉得嫂子的做法对吗 要不到钱的小叔子 又会做些什么呢 我是不会把拆迁款给你的 你想要买车买房 就自己去挣钱 我也有一家人 我们也需要生活 小丽说完直接挂断了电话 本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 结果小叔子很快就找上了门 嫂子 你们何必浪费钱买房子呢 你们现在不是住得很好吗 再说了 我侄子现在还那么小 用钱还早着呢 你们可以工作挣钱啊 当务之 及时先拿钱出来 给你小叔子我结婚 耽误了我结婚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你结不成婚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又不是你妈 我只需要管好我的儿子就好了 你真以为以前那个女朋友 是因为嫌弃你家里穷吗 她是看你整天游手好闲 没有男人的担当 你想买房子 就要靠自己的努力 去打工挣钱 这才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我只能借二十万给你 剩下的钱 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不可能给你买房买车 你这个女人是怎么当的嫂子 连小叔子结婚你都不管 你看你哥和你嫂嫂是怎么对你的 得到拆迁款马上就分给你 你怎么不向他们学习一下呢 我哥他们对我好 是因为我也对他们好啊 感情是相互的 你也不要再说了 我最多只能借给你二十万 那好吧 嫂子 你马上打到我妈的卡上吧 你说什么 转到你妈卡上 我没有听错吧 当然是转给我妈 难道你还不放心他们吗 他们又不会跑 你怕什么 如果是你妈 我两万都不会借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给我 现在她所有的费用 都是我和你哥给的 她拿什么还给我啊 难道我们每个月 给他们三千的生活费 他们要从这里面 递给我们吗 亏你想得出来 嫂子 你何必计较那么多呢 我是你小叔子 我结婚你本来就该给我买房子 我还是那句话 想要我给你买房买车 那是不可能的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说了半天 你就是一直在忽悠我 你根本就没有打算还给我 你说让你妈还给我 她要是没有钱 我能把她怎么样呢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必要分得那么清楚吗 你就不能大度点吗 你家突然拿到拆迁款 你就当作没有这些钱 把她拿给我不就可以了吗 你又没有什么损失 小弟 我真的没有时间和你再说废话了 我是不可能给你的 你真是狼心狗肺 你的心怎么就这么狠了 如果因为买不了房子 我结不成婚 你就得负责 到时候我看你怎么面对爸妈 怎么面对我 如果说我当初没有得到这些钱 你是不是就不会来向我要钱了呢 如果你没有钱 我当然不会叫你拿 你当我是疯子吗 那好 从现在开始 你就当作我没有钱 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 一家人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你真是气死我了 你爸妈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野种 你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人 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爸妈已经不在了 你还这么骂他们 你居然敢骂我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小叔子直接上前给小丽一个耳光 小丽反手把小叔子推到了地上 此时老公正好回到家 小弟 你怎么了 怎么坐在地上啊 大哥 嫂子他打我 我被他打得腿都不能动啊 老公不问清楚事情的缘由 直接上前给老婆一脚 哥 你从小最疼我了 你可一定不要轻易放过他 他把我打得这么严重 此时老公才注意到 小丽已经昏了过去 于是兄弟二人 连忙把小丽送到了医院 再听到医生说 这是皮外伤后 两人又开始嘀咕起来 大哥 嫂子不愿意把180万 拿出来给我买房子 他只愿意借20万给我 小弟 我告诉你这个消息 就是让你想办法 让他拿给你 可是你怎么把事情搞成这样 居然还和一个女人打起来了 这件事情先不要提了 当务之急是想办法 怎么把钱拿到手 他哥哥那里的钱 我们也要想的法子 把他拿回来 你一定要听我的 否则我就不能结婚了 好吧 你说吧 要我怎么配合 我全都听你的 哥 你对我真好 现在我们就叫他 把钱全部拿出来 如果他不同意 你就和他离婚 这样也可以分到120万 这120万 拿来给我买房子 我也可以结婚了 小弟 目前你的婚事最重要 好 就这么办 哥都听你的 两人说完话 老公走进了病房 小丽 我有话想对你说 小丽对老公的所作所为 感到非常失望 不想和老公说话 那好 我就直接说吧 你把那180万 还有你跟他30万 全部拿回来 给弟弟买房子 以后我会对你好的 我们就当做 从来没有过这些钱 我们好好过日子 你做白日梦吧 我是不会给钱的 你要是不给 那我们就离婚 反正离婚之后 我也能分到120万 好 离婚就离婚 你们太过分了 这个家 我一分钟都不想待了 180万我会 全部退给我哥 离婚之后 你们也休想 拿走一分钱 朋友们 你们觉得小丽的做法对吗 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吧 你这个混账东西 说的是什么胡话 你不准吃饭了 赶紧给我滚去医院 小倩啊 现在都中午一点多了 你怎么还没有做饭呢 饿得我们一大家子 前胸贴后背了 妈 我有点急事 今天中午不做饭可以吗 为什么呢 你要是不做饭 我们这一大家子吃啥呀 你小叔子还等着上班呢 要是迟到了扣工资 你负责吗 我哥刚刚打电话 让我赶紧回家一趟 看他很着急的样子 我得回娘家 看看他有什么事情 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 就不能吃完饭再回去吗 那好吧 你和小弟 他们想吃点什么 我现在马上去菜市场买 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 你自己看着办吧 关键是要搞快点 我们都饿得不行了 再说了 买菜这种小事情 你不用经过我的同意 家里都是你在做饭 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 那好吧 我现在去菜市场随便买点 今天就将就着吃吧 于是小倩连忙去菜市场买菜 很快一桌饭菜就做好了 爸妈 小弟 你们赶紧吃饭吧 我有事情着急回一趟娘家 就不吃饭了 你们吃完饭 把碗筷放在厨房就可以了 我晚上回来再洗 小倩 看你这么着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就不能告诉我们吗 既然饭都已经做好了 吃完再回去也不迟啊 也不差这点吃饭的时间吧 嫂子 你就听我妈的话 把饭吃完再回家吧 反正都已经做好了 你都忙活大半天了 我看你也饿了吧 没事小弟 我不饿 你们赶紧吃吧 来不及和你们解释了 我先走了 妈 小弟 你们就别管他了 既然他不饿 就随他去吧 我已经饿得不行了 我们先吃饭吧 儿子 你媳妇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不等吃完饭 就走得这么匆忙 妈 医生说我岳父 检查出来肺癌晚期 现在正在医院治疗 你说他能不着急吗 他不想让你们担心 所以就瞒着不告诉你们 什么 你岳父生病这么严重 小倩这个傻孩子 怎么都不告诉我呀 他要是早点告诉我 中午就不让他做饭了 我们可以去外面吃啊 哥 既然你岳父生病这么严重 你怎么不陪嫂子 一起去医院照顾你岳父啊 你居然还能吃得下 我还真是佩服你 没事的 你们不用担心 医院有他哥和他妹妹看着呢 我去了也是多余的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为什么就不能陪小倩 一起去医院呢 他爸生病关我什么事 我为什么要去医院呢 他哥和他妹妹 谁都不想照顾他 都找各种借口互相推托 不就是担心 让他们付医药费 住院费吗 他们都不愿意出钱 我要是现在去医院 到最后拿钱出来的 肯定又是我 我才不去呢 前几次他们生病 都是我拿钱出来的 这次说什么 我也不会去的 我才不去当院大头 我们还是赶紧吃饭吧 等灰菜都凉了 别管他们家的破事了 豆包刚说完 父亲就负面的一巴掌 开在桌子上 你这个不孝子 说的是什么胡话 你给我不准吃饭了 医院里面躺着的 可是你岳父啊 你要是再敢说 这么不负责任的混账话 我就当做 没有你这个儿子 爸 你生什么气啊 你们都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是担心再这样下去 会把他哥和他妹妹惯坏的 我帮助他们家的还少吗 要是再这样下去 以后他们有什么事情 都来找我 那我还能吃得消吗 我又不是他亲生儿子 凭什么遇到困难 都来找我 儿子 我支持你爸的做法 你不应该这样 对待你的岳父 他哥哥和妹妹想怎么做 那是他们的事 我们只要做到 问心无愧就行了 我是不想让你 做后悔的事情 要是等到你岳父走了 你才想去尽孝 那时候恐怕已经晚了 你自己想想 你岳父岳母对你怎么样 做人可不能忘恩负义 你爸说的对 我这里有五万块钱 你赶紧给你岳父送过去 妈 我怎么可能拿你的钱呢 这些都是你和我爸 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再说了 就算你把钱借给他们 他们以后也没有办法 还给你啊 我也没有说要他们还给我 现在是你岳父治病要紧 你赶紧把钱送过去吧 你作为他的女婿 就要拿出做女婿的样子来 现在你岳父病得那么严重 你老婆也正是需要 人关心的时候 你作为他的老公 就应该多关心关心他 就算我不管 也不代表我不孝顺啊 凭什么每次都是我出钱 我只不过是他的女婿而已 你说凭什么 难道非要我一巴掌打醒你吗 就凭小倩当初嫁给你 这个混小子 什么也不图 他既不堵你房 也不堵你车 当初他爸妈看我们家庭条件困难 连彩礼都没有要 就把小倩嫁到了咱们家 而别人家的彩礼 都是要二十几万 才能娶媳妇 难道这些你都忘记了吗 你媳妇为了咱们这个家 每天任劳任怨 把家里打理得津津有条 而且他非常孝顺 我和你妈 每天对我们嘘寒问暖 还时不时给我们老两口买一些衣服和营养品 说的对 小倩也是他父母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 他需要花钱的时候在娘家长大 能挣钱了却在咱家 被人伺候的时候在娘家 伺候人的时候又是在我们家 将心比心 就凭这些 小倩为咱家付出了这么多 难道你不应该去孝顺他的父母吗 现在他爸肺癌晚期 恐怕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 你就不能在他有生之年好好尽孝吗 哥 爸妈说的对 百善孝为先 你赶紧拿着钱去医院照顾你岳父吧 嫂子这些年对这个家的付出 每天任劳任怨 照顾我们的吃喝拉撒 我这个弟弟都是看在眼里的 现在他父亲病重 你应该多关心关心嫂子 帮助他们家渡过难关 而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 嫂子的父母就是你的父母 他们把我们养大也不容易 一定要好好孝顺父母 不要让自己毁恨终身啊 我卡里也有五千块钱 你一起拿去医院给你岳父吧 虽然不多 但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小弟 谢谢你 爸妈 我知道错了 赶快去医院吧 告诉你岳父好好养病 不要想太多 过两天我和你爸就去医院看望他 也告诉小倩好好照顾他爸爸 不要太难过 家里的事情不用担心 一切有我在 妈我知道了 你们赶紧吃饭吧 我现在马上就去医院 大家支持父母和小叔子的做法 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看法吧